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曲荣江 上周六的国民党主席选举 朱立伦以史上最低得票率45% 85000多票 惊险赢得党主席宝座 张亚中拿到6万票 现任党主席江启臣仅拿下35000多票 尤其张亚中在两大票仓 仅小叔朱立伦 那另外三个票仓则是完胜朱 这个结果对朱立伦上任后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国民党有团结吗 还是继续分裂呢 申兰依然绑架国民党的路线 谁来当党主席有差吗 特别是朱立伦当选 蓝营期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应该会发贺电吧 果然隔天贺电来了 除了恭贺还说国共两党坚持久二共识 反对台独下要加强合作 共谋国家统一 这个内容台湾人民同意吗 而且国共合作 这不是坐实外界质疑国民党红统的指控吗 那朱立伦回文完全没有反驳 还呼应久二反台独 甚至是骂民进党 是造成两岸形势严峻 国民党宁可跟中共合作 也要把民进党当敌人 这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之道吗 但朱立伦反击说 国共将恢复两岸的对话平台 两岸善意在他当选党主席的第一天 就露出曙光 还说民进党嫉妒国民党有能力跟对岸沟通 真的是这样吗 从国共双方的贺电回文 国共现在是主从关系吗 朱立伦难道不担心国民党会壮大 还是越选越小呢 现在蓝营还有人期待 张亚中应该选高雄市长 但是韩国瑜曾经创造的奇迹 有可能重现吗 而国民党主席选举结果 不少张亚中支持者扬言退党 那民众党秒发党文招募文 柯文哲这两天又在炮红城时中 这是想要吸引深蓝选票吗 另外国内疫情趋缓 警戒降低有望 能不能不戴口罩 还有中国大停电原因出在哪里 对经济的冲击又多大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介绍的来宾 首先是政治评论员王建民 大家好 再是自然媒体员穹明玉 大家好 自然媒体员吴国栋 中江二代表 再是被遗少将于备陈将军 中江好大家好 自然媒体员王世奇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我们先来关心 疫情趋缓 警戒有望降低吗 还是相关的防疫措施 是不是有降低 本周 本周期 那各主管单位 修订相关指引之后 那高且在复会区内 那可开放饮食 那游览车 可以开放到 以核定的座位数来乘坐 那一文表演 体育活动赛事 那在室内或室外 那 整体在室内当然这都是要有十连制量体温全程戴口罩 那禁止饮食 那室内进场人数符合场所溶流人数 换句话说 每人基本上在溶流空间里面 有2.25平方公尺来计算 那就不受80人的上限的限制 那以实际的座位数入座 那室外 室外就人数降载50% 在室外的大型的场所里面 那座位如果有1000个 那可以进场500个 那另外呢 我们在中秋节人假之后 观察两周 如果疫情没有特殊的变化 我们预计在10月5号 有条件的开放部分的休闲娱乐场所 好我们看到今天的疫情 又是加龄 连续三天都是加龄 现在外界期待 警戒是不是能够降低 相关的防疫措施 是不是能够放宽呢 来明宇 是因为今天又公布加龄 是好消息 已经三天连续加龄了 那另外台北市的部分 也超过了两个礼拜 没有发现本土的感染源 所以很多民众都迫不及待 开始敲碗 就说是不是可以 又可以再降级 是不是降到一级 甚至是大家可以把口罩拿下来 可以大口深呼吸 不过来看 这两天 陈时中的态度有两个 第一个他是说 如果要降级的规划 是大家一起降级 不可能有哪个县市 就是说 比如说台东花莲 什么的 他率先降级 是不可能的 是大家要一起降级 第二个就是说 关于大家 关心戴口罩的问题 陈时中也强调 口罩不是降级的规划 那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有提了一个葡萄牙 他说葡萄牙的疫苗 全国的覆盖率已经高达84% 但是即使打了这么多84% 可是当天还是确诊有超过700多例 甚至7天有5000多人还是确诊 所以他认为在这个世界各国都还是蛮严峻的状况之下 戴口罩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即使那些疫苗覆盖率很高的国家 葡萄牙 好像以色列 新加坡都是 结果还是一堆突破性感染 是 所以他认为说 未来我们即便降级 口罩还是要戴着 那即便如此 但是呢 就是说还是有一些放宽 因为毕竟我们的疫情趋缓 那还是要兼顾疫情跟经济的部分 所以今天指挥中心也宣布了 包括双铁 游览车 以及艺文跟体育中心的 这些这个场馆 这些人数都有放宽的一些限制 但是大家更关心的 来看看这个休闲娱乐场所 很多年轻人都开始迫不及待了 那我先强调一个大原则 这是包括你像什么电子游乐所 NTV KTV 甚至是这种麻将休闲桌游会馆 这一定还是要采取预约制 实联制 还要量体温 全程戴口罩 那另外人流控管 这些通通都有 那不得有陪适的行为 那另外第二点 他也强调说 你这些场所的从业人员 你必须六成以上 都要施打过一剂的疫苗 要满14天 要落实健康管理 那另外第三个就是 依据经济部公布的 这个相关防疫指引来办理 好 那我们分别来看大家关心的话题 像电子 很多人喜欢打那个电子游戏机 他规定了 顾客要一人一机游玩 而且你每个机台都还是要设隔板 那另外呢 是禁止饮食 好 那包括你玩完之后都要消毒之类的 好那第二个大家比较关心的是MTV 因为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 就放假都喜欢去MTV 这个有点比较比较 我会有点质疑 他说这个固定座位 你要采梅花座或间隔座 也就是你行旅即便进去MTV 你也不可能Line座位 你还是要隔开 要有间隔座位 好那这个可能要严格的落实法官 那非固定座位要维持1.5公尺的距离 而且还是禁止饮食 另外消费完毕 你还是要整个清洁 那所以下一组顾客要间隔30分钟 好那再来大家关心的KTV的话题 坦白讲很多KTV的业者 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活不下去了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KTV可以开放 所以要特别告诉大家 你去KTV唱歌 你除了喝水之外 不得饮食 当然很多网友开始哀嚎 其实很多人去KTV喜欢吃牛肉面 吃水饺 不能吃 而且你唱歌 不管你唱多久 全程都要戴口罩 全程都要戴口罩 大家可能要练一下戴口罩怎么唱歌 也是跟MTV一样 下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换到下一组的话 要隔30分钟 好那最后大家关心的还有这个桌游跟麻将休闲会馆 他说你每一桌都要保持1.5公尺跟独立包厢 而且你每一桌都要隔隔板 就算同一桌 同一桌你要隔隔板 我必须讲 这样有办法玩吗 对同一桌隔隔板 比如说我们四个人一桌 你隔隔隔板 隔板一定要透明的 那如果你是不透明你是黑色黄色的 对方在动手脚你怎么办 这个我是比较质疑 那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是说你必须要 你在接触这个邮具的时候 你要戴手套 要戴手套 对你在桌游戴手套 你打麻将戴手套 坦白讲这些也 摸得出来吗 对 有些的老手喜欢摸牌 那除非你是戴那种香鸡排的手套 你戴那种洗碗手套 你怎么摸得出来 而且很多人那个手套 滚滚的 那个麻将会滑掉 我是提出网友的一些质疑 这打麻将戴手套 好像跟一些喜欢打麻将的人 这个习惯有点不合 那当然了 饮食还是要遵照餐饮的规范 那另外也是一样 就是要消毒 那最后要强调 就是还是有一些没有开放的 包括歌厅 舞厅 夜总会 俱乐部 酒家酒吧 酒店酒廊 理容院 没有开放 就是有陪室的 有陪室的部分 就是不开放的 这些人真的很辛苦了 对 所以还是要共体时间一下 这个是今天大家关心的 这个虽然有放宽 但是还是有一些限制 特别是实际上 能不能实行 恐怕真的是打一个问号 那就要看 这个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 这个具体来够做到 这的确是一个打问号 只是说 现在所关心的疫情 虽然是趋缓 同时在疫苗的部分 大家也关注了 疫苗是不是有准时到货 那因为今天传出一个 讯息就是媒体一直在报说 有那140万剂的 客制化的BNT要来 但指挥中意说 没有没有 结果的郭台铭就在脸书上 就讲说 这个是月底 30号就会抵台 就要请到杰明哥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讯息 感觉上是有人在放消息 但是又没有 然后郭台铭又出来讲 的确是30号要出来 到底这中间的过程 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信息 今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一个快讯说 首批客制化标签的BNT疫苗 就到了京城 6点11分抵台 这消息出来之后呢 事实上并没有 那当然郭台铭一直都很在乎 他买的疫苗 什么时候来台湾嘛 所以这消息完之后 马上就发布个讯息 没有没有啦 因为卢森堡现在的货仓 非常的满 所以呢应该 本来预期在中秋节后 就会来的飞机呢 稍微晚一点 请大家稍安勿照 不过话说回来一件事情 其实BNT的辉瑞 这个老板也特别讲一句话说 他希望将来在一年之内 整个疫情可以稳定下来 当然我们这回头一件事 是不是有一种氛围 就是说市场正在发布一个讯息 让自己觉得好像比较好 但是我要先回应一下 刚才小玉所说的内容 确实这是一个很事实的问题 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韩国完成两剂武汉肺炎的时候呢 在感染人数是高达这个数字 5880个 好不好 那最新的这个新加坡最新的数字呢 他们也是打了八成嘛 最新数字呢 是一天感染人数呢 是要先知道新加坡人口数 大概500万人 台湾是2300万人口好不好 人数是1939人 今天这数字在之前的时候 是1300 大家觉得 怎么新加坡人数变多了 现在对不起 比前天数字更多到 这些数字如果是换成台湾 那大家不吓死 你乘以三倍 对吧 四倍 所以四倍的话呢 大概就是等于是一万人哦 那不得了的数字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所以是为什么陈时中部长 他决定是说 虽然我们觉得疫情有部分 大家可以创KTV 但是有一些有的规范呢 你不能结束 但是如果你讲到这个美国 跟美国现在最重要 最近的状况是什么 现在美国的地方是 现在医疗机构 基本上已经瀕临崩溃了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美国已经60%的人 60%打第一剂 50%以上人打第二剂 一样状况是这样 所以现在美国呢 已经要求要打第三剂 那回到一件事 这个BNT当然是 大家都期待 就是说因为早期 这个就是郭台铭 有特别提到一件事吧 大约在中秋节 就会出来 那刘又彤也讲了 那当然最近闹最厉害的 民众党的那位立法委员 他也说了就是说 这两天就会到 当时陈时中就有说一句话说 我们等到飞机到下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确定啊 所以这件事情呢 引起了一点小小的一个风波啦 但是回来一件事情啊 那飞机延晚到的话 其实基本上应该有知道这个讯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讯息突然出现呢 我也真的好奇耶 哇 这个大标题 首批客制化 首批客制化 BNT疫苗到了 我这听起来令人觉得很兴奋的 但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快 我们这么讲啊 其实从头到尾呢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今年事实上 郭台铭希望有800万剂的BNT疫苗 在11月就年底之前能够来 这个是比较可以确认的 至于因为现在国际的货机 现在真的是 尤其圣诞节前 其实货机基本上 你要订 你如果之前没订 你根本订不到 而且价格也往上走高 所以或许会晚一点点 不过告诉大家好消息 其实呢 我们现在疫苗陆续已经抵达了 那最新52岁以上的也可以开始 就是已经AZ的也可以开始打 我最近知道很多朋友 其实年纪比较长的朋友 都已经开始打第二剂 这是令人非常开心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陈时中他有把握 在今年的这个就是 10月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拼到7成的 第一剂覆盖率 那么现在年底的部分呢 能够有更多的两剂的一个覆盖率 所以这才是我们现在 最在乎的重点 其实我们这样看起来 台湾这个疫情能够和缓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连续三天加零 但是你说口罩能够拿下来吗 看到国外这么多的国家 他们的这个疫苗覆盖率 局势达到八成 那这个这种所谓的突破性感染 还是非常严重 所以想想这口罩 真的是很难拿下来 还是得戴着 那我们看到 在这个台湾能够拿到 这样的一种防疫成绩 非常不容易 但是这个似乎在野党 特别是民众党的柯文哲 依然是不断的炮打指挥中心 我们看到他这两天呢 其实呢就不断的针对陈时中 他就说这个国内疫情趋化 应该要这个警戒要降一级 他就说领薪水的 不知道民间疾苦 陈时中就讲了 情绪发言大可不必 希望领薪水根本没领薪水 大家都要共同合作 因为这个是不分 你是什么什么 有没有领薪水 那再来呢 他就质疑这个三加十一 就说这个陈时中就回忆 两者是独立事件 硬要连接 要有证据 那这个柯文哲就说 现在死几百人 你还这种态度傲慢 哇这个对于陈时中 真的是极为严厉的指控 于将军怎么样看 柯P会有这样的发言 到底目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一能不意外 因为柯P本来前段时间 炮火比较弱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可能可以 从国民党这边 在张亚中如果当选之后 可以获得大批的支持者过来 然后他可以把一些 国民党力量接收 那现在事与愿违嘛 因为朱立伦当选 张亚中没当选 然后他想要去抓 张亚中的那一半不容易 他要抓张亚中的 另外一半很容易 但他要抓张亚中 这个急筒这一块 他抓不住 所以说他怎么办 只好回归本行 继续打陈时中 打陈时中 对对对 那个中已经不行了 所以他回到这个中 跟陈时中赶快开始 那讲话他要辛辣啊 他在讲什么 他就在讲搞分化嘛 领薪水的就是什么 跟市井小民做生意的 他就把你分化开 他就是指的你说 你陈时中这群在CDC 这些公务员 你们领钱的啦 你们不知道现在 用劳力用做生意 用辛苦做贸易赚钱 有多苦 所以你们这些人 下来看一看 那我讲 那你柯文哲不是领薪水的吗 那你柯文哲是做生意的吗 对不对 你也是领薪水的啊 你一个指头指人家 四个指头指的日己 你怎么不想一想 你的市府这群人 包含你自己 包含你太太 不都领薪水的 那请问 那你怎么不包含在里面 那你体会了吗 请问你柯文哲 体会到这些市井小民什么了 你也没有 他意思说陈时中不知民间疾苦 对 那就对照你柯平你自己有吗 他更不知道 他更不知道 所以他就是先骂别人 反正就是先开骂 我先点你 点了你之后 好像我没事 就是把所有的责任 往人家上面推 第二个我就讲嘛 他一直在讲一件事 就是说三加十一 造成了这么多个破口 你陈时中要不要道歉 那我就觉得 那你柯文哲要不要道歉 请问这三加十一 造成这么多人的 这个往生离开 你台北市有多少 你本身台北市有没有 他之前台北市的疫情 有没有好好控制 还是拖拖拉拉 慢好几拍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人 因病而往生 你台北市的疫情 让他无限的扩增 让这些长辈离开 你台北市要先道歉 你台北市做了没有 政策有问题 政策检讨 那你执行面呢 难道执行面都不用检讨吗 你的所有的这个行业的 这些管制 你的防疫措施 你的这个疫调的调查 你的所扩大的这些 这些匡列宽松 你做了没有 那你怎么 你是执行面 你是执行面 你怎么不先道歉 而且你是一个首都市的市长 你不但有执行 而且本身你手上有预防的 这个区域政策也在 你有行政权在 你怎么不道歉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柯文哲出来说 我对所有台北市民 这广大因为这次疫情 往生的市民 我深深的道歉 我佩服你 你道过歉之后 陈时中道歉 我觉得你至少 你先做了嘛 不要求自己 就手指的别人 叫人家道歉道歉道歉 那我想市值头都指的你自己 台北市的市民 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说这就是太极权 那他这样骂的结果是呢 是可以吸引到一些 潜蓝的 或者说深蓝觉得 因为骂陈时中 票就进来嘛 就可以增加 深蓝支持另外一个中 支持张亚中 他不会去支持柯文哲 所以打陈时中 他讨不到什么便宜 讨不到什么便宜 对 真的是他这次如意算盘算错了 把我给你看 来来来 这边有问题 镜头前上演大和解戏码 党魁选举杀的刀刀剑骨后 败选的国民党现任主席江启成 跟胜选的后任主席朱立伦 首次碰面 两人密谈了70分钟 那对于何时交接 有达成共识吗 拉着江启程背书 交接时间可以有谈性做法 朱立伦似乎很想提早掌握实权 因为被称为弱势党主席的他 还没上任就面临内忧 得先修补选举下 蓝营内部的派系裂痕 我们一直努力 换起党魂 再新中华 吸引大批山蓝支持者 得票来源更跟韩国于高度连结 张亚中成为党魁选举下的黑马 如今落选 也传出深蓝党员不满 纷纷扬言退党 如何整合内部矛盾 朱立伦难以逃避 路线问题 除了后院期货 另一在野党民众党也在外部虎视眈眈 马上发出党员招募令 被解读是瞄准 蓝营跳船潮 张亚中他这一次的国民党的主席落败之后 他的一个支持者的群组 立刻就被改为台湾的选择柯文哲 那市长怎么样看 张亚中的支持者 有100个 难道一个两个支持分子 会不会一定有的 我们本来就是争取最多人的支持 我们是一个新兴政党 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 内外夹攻下朱立伦回锅 国民党主席 挑战只会多 不会烧 我们看到这次国民党党主席选举 虽然朱立伦是当选 但是可以说是产胜 因为他是史上得票率最低的党主席 我们看到在全台各县市的得票 我们看到朱立伦是8万5千多票 得票率只有4成5 张亚中部分是6万多一点点 得票率大约是32.5 其中在高雄台北是精神胜出 朱立伦得票率只有赢过张的3.22% 以及1.48% 新北市则是以13.39%的差距是获胜 但是在新竹跟金门 以及海外党部的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张亚中的部分 就是票数是遥遥领先了朱立伦 所以我先请教明宇 怎么样看这次的朱立伦产胜 虽然说是赢得 但是看起来显然 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他的选举规格 其实不亚于县市场或是大选 连电视广告都有 但是为什么会选得这么的累 票数这么低 坦白讲朱立伦甚至4成5 可是你看所有有史以来 国民党主席选举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是低于五成的 像当时还有游戏规则 一轮过半的时候 这个吴敦义就五成 就一轮就一轮马上过半 那吴敦义之后就修了游戏规则 所以朱立伦这次只有4成5是 有史以来得票率 得票率最低的一个这个是 坦白讲那这次其实他他胜出 要不是说到最后张亚中追上来 那那个朱立伦去大打 什么亡党感 集体焦虑 坦白讲搞不好他得票率还更低 因为等于说这次到最后了 契保是有点发酵的 可能本来之前要投给江启臣的人 后来就干脆把这个真的是 契姜保诸这个是有发酵 不然朱立伦得票可恐怕更难看 那说实在的他现在得票率这么低 4成5的状况之下 看起来外界已经预期 他可能会变成了史上最弱 这个弱势党主席 弱势党主席 所以他最后的未来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面临分裂的问题 我必须讲他现在面临一个最大的分裂问题 包括就是说他这个当选之后呢 江启臣在那天败选的时候 已经宣布了要整个集体总资 也就是说他即刻起 就想要把棒子交给了朱立伦 为什么 因为呢大家不要忘记哦 这个党主席的第一站 是10月23号的 这个要这个陈伯威的罢免案 那江启臣呢 他说到做到 他就卸任后 他不是卸任 就是败选后第一天 他立刻回到台中去加入这个3Q罢免 问题就在这了 现在是朱立伦不想接哦 朱立伦就是江启臣说 我现在要把棒子交给你 那朱立伦立刻 江启臣迫不及待 想要把党主席交给朱立伦 但朱立伦不是那么想 朱立伦就一切说 我们按照这个 按照制度走 他想要10月底再来接 10月底接 你就跳过了这个3Q哥的 这个罢免的这个时辰 因为3Q是10月23号嘛 那如果朱立伦 现在10月31号才要接的话 那这个3Q过不过胜败 就不关我的事了耶 朱立伦算得很惊哦 对 对就是这一点 所以现在党内一片的骂声 就说朱立伦 你不是说要带领国民党 这个重启吗 那这个党主席的新任第一站 结果你竟然确战 你竟然不想接 他不想承担败机 对他不想 所以他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天哪 朱立伦你怎么会这么会算 那再加上你看 就算他10月31号接 那第二站是什么 第二站是年底的四大公投案 那如果说你在经过一个月的 什么空窗旗在交接的话 四大公投案感觉 好像又跟他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都会认为说 朱立伦你真的天哪 太会算了 所以你说他这个选后要弥平分裂 你应该是立刻要站出来 帅起党内团结 然后对于这个罢免陈伯为 这一案你要展现 新主席杀到底的决心 结果没有 他现在感觉就闭站 而且他这样切割的结果 你要如何要求党内团结 对啊 所以这个非常奇怪 所以我就说第一个 他弱势党主席 然后第一站 看起来他就开始选择闭站 这是第一个啦 那第二个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会变成弱势党主席 除了他刚刚那个 这个得票率四成五 实际上最低之外 第二个就是说 已经很多的公公婆婆 迫不及待跑出来了 最明显的就是赵绍康 赵绍康在当选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说 恭喜你 第二个马上就下七点声明的指导旗 他就讲说 你要秉持战斗篮的精神 改变党员结构 调整年轻人的比例 然后还说什么 这个两岸政策 然后2024 2022全部提名要有公平 公开透明啊 然后还要号召 韩粉张粉红粉来归队 然后另外还要叫朱立伦 去研究张亚中 窜起的一个原因 然后最后还命令他说 那个3Q的这个8Q 跟那个年底的公投 你要好好干 我的天哪 这个赵绍康 公然给他下指导旗了 下指导旗了 所以天哪 我就觉得说 这个朱立伦 他现在不只是 面临这个党内分裂的危机 他背后还有这么多的公婆 马英九也跳出来了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包括张粉 韩粉 韩国瑜远在海外 也发了一个什么 大家要像蜜蜂一样 团结 有没有 就是多多少少 都是在这个对朱立伦 下指导期 那另外江启臣 还有就是现在看起来 张粉是不是有 要脱队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 这一次虽然赢 可是他产生 而且他面临 未来的危机会更多 对的确 朱立伦刚当选 显然呢 他马上要面临非常多的问题 包括党内能不能 有办法团结吗 还是依然分裂呢 刚刚我们也看到 这么多人要给他下指导期 所以他是不是势必成为一个 弱势的党主席呢 来正好 怎么样看 因为这个朱立伦当选第一次 马上就说 他要变战斗篮 但这也是呼吁赵少康 也没错嘛 再来他说民进党要担心了 真的民进党要担心 还是朱立伦恐怕要担心自己 往后党主席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朱立伦现在有些大课题要处理 我们这次大概分两段来谈 我们这段先谈安内的部分 攘外我下一段来谈 安内的部分原因很简单 因为朱立伦拿八万五千票左右 张亚中拿六万零六百三十二票 简单来讲张亚中那样的支持者 在国民党内不在少数 这很清楚三十二%的话 大概代表在三成左右嘛 那张亚中这样的支持者 不在少数的话 朱立伦如何处理张亚中 跟亚中粉 这就很重要 张亚中粉或者亚中粉 其实它只是一个符号 它背后代表国民党 红统的意识形态跟价值观 我认为处理这些人 有上册中册跟下册 上册是叫刮骨疗伤的路线之争 这个很痛很辛苦 你要很清楚 在国民党采动所谓路线大辩论 确定国民党路线 把这些在台湾属于少数意见的人 抱歉你请他们去加入 对你有意义的政党 比如你去新党 去统数党政典家事 但是国民党要走中道路线 路线之争这是上册 这太困难了 最难成本最高 那中册呢 红统的话 向深蓝激进化 给他们牵扯鼻子走 如果朱立伦走中册的话 这东西虽然会让朱立伦 永远没办法执政 可是呢 他可以在国民党内部 获得新一代人的支持嘛 走红统的话 可是我认为朱立伦上册跟中册 都不会做 他会做的是下册 叫做冷处理 冷处理意思就是把那边摆着 也不理 也不闻 然后也不问 装若美这件事 然后每一天继续当自己的党主席 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危机处理上叫做巨箭法 什么叫巨箭法 以前古代打仗的时候 箭射到肉里的时候 没有办法处理怎么办 上册刮鼓把肉挖开 箭头拿起来 让它肉重新挡 这是我讲的上册 可是巨箭法是最糟 把外面那个箭木头 剪掉 包扎起来 假装没看到 继续往前走 可是你肉会烂掉 这个冷处理状况 其实就是巨箭法 那个巨子的巨 巨箭法 原因很简单 你如果不处理的话 好 那他们居在国民党内部闹 它就像个不定时炸弹一样 然后它背后有很多政治 就像我们刚刚讲 忽然一个出来下指导期 忽然一个出来开记者会 忽然一个来发言 你永远要面对这种 就是背离台湾多数民意人的发言嘛 而偏偏这些都是党员 大佬 明代 派系 你要怎么处理 所以面对亚中粉 就是国民党的路线之争 是朱立伦在处理这些人 第一个大能官 可是每个党主席 不都是这么干吗 都是冷处理啊 那个问题始终摆在那边啊 也没有人处理过啊 所以这群人越变越多 这个问题越变越大 我这样讲好了 2015年的国民党 有一个人提出来说 要一中同表 和平协议 那个叫做红袖柱 对 那个时候国民党 是把红袖柱换掉 内部是有很强大声音说 这些人请你离开 我们不适合 你可以在国民党里面 我不适合 但是你没办法代表国民党参加党主席候选 可是当2021年 有个人叫张亚中 提出和平协议 提出一中同表的时候 国民党内部没有反应 反而他破绝了很多的民意 身边很多亚中粉 然后到最后一个礼拜派系才觉醒 然后开始力挺逐利伦 所以你看这个力道 跟2015年是完全不一样的 国民党正逐渐丧失 自我修复的机制 一个正常的政党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政党是以盛选为目的 所以理论上 政党开始出现 背离民意的状况说 内部会有调整机制 让政党修正回来 往民意多数走 可国民党 我观察到这五年 从很清楚 从2015年到2021年 这六年 失去了自我调整的机制 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时候朱立元刚开完票 对不对 一大堆假装粉说 啊这个党没希望 我要离开了 朱立元耍英招等等 所以民众党马上 PO了一个说 招募民众党党员 所以柯文哲在见风插针啊 如果今天是张亚中选上话 柯文哲见风插针 吸走什么中间蓝 那如果今天是朱立元选上话 柯文哲见风插针什么 吸走猴桶蓝 反正他无论如何 柯文哲都希望在这局里面 获得一些政治利益 那朱立元身为一个党主席 要自己党员不要被吸走的时候 要处理这一块啊 所以我认为朱立元最困难 状况就是说 有没有决心来去做刮骨疗伤 那可想而知嘛 完全做不到啊 过去做不到 现在做不到 未来也做不到啊 我继续狗废火车 我希望朱立元采取上策 但是我认为实物上 他会采取人数 那这群人是不是也定时会发作 这群人第一件事 不定时发作 定时发作还好 每月初一十五发作 不定时发作状况是怎么样呢 比如说朱立元今天 正在推什么什么什么罢免 忽然上场中跑去中国受访 跑去中国交流 或是说选前一些 跟他合作的人 忽然跑去中国去做交流 又或者是说 你现在看到国民党 很多意见领袖 他背后其实代表是 宏董的支持者嘛 就像我们最常讲吴施淮 不定时在立法院发作 或是叶玉兰 不定时在立法院 讲了什么话 或脸书发作 朱立元要怎么面对这些人 都得概括承受啊 都得概括承受啊 你只能两条路嘛 第一个严厉的告诉他 你们不要乱讲话 那这就是刮骨疗伤 你还是得面对啊 那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那你就可以概括承受 你的中道理性的光环 会不断的被消耗 不断的被消耗 所以这个问题 真的很难解决 可是你不解决 问题就来解决你嘛 对的确 这个问题呢 是国民党长久以来 都必须去面对 但始终就摆在那边 所以呢随时都会发作 那所以可想而知呢 即使朱立元选上了 党主席对国民党 未来有办法能力 或是有能力去做改变吗 可能不是那么的乐观嘛 那另外我们还要看到 那所谓的张亚中的亚中粉 这些人会跑去哪里呢 那因为这两天呢 有人说张亚中 是不是要去选高雄市长呢 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因为他们认为高雄市呢 这个张亚中 只是小叔朱立伦 七百多票 所以这足以证明 高雄选民呢 是吃张亚中这一套的 并非一成不变哦 来杰明哥怎么看 高雄人说 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 选出了一个韩国瑜 他们觉得是改变历史了 那现在这个时候 蓝营期待张亚中 去选高雄市长 真的是有这样的期待吗 他们认为高雄选民 有可能再被骗一次吗 高雄选民会不会再骗一次 我应该这么说一句话 其实你可以看这一次的 这个党主席选举当中 其实高雄支持 这个张亚中比例 其实不低 因为之前的三商造势嘛 齐山 凤山 岗山 这里还是有一定的 所谓的坚决支持 类似张亚中韩国瑜 这种比较是 偏向一统的言论 我就出称于那个环境里面 所以那个环境的人 当然会对于 所谓的张亚中市 有所期待的 因为毕竟韩国瑜 曾经在高雄市 曾经创造一股旋风 但是我要特别提起来 当时韩国瑜 之所以在高雄 能够炫起这一片旋风的 人事时间地雾 其实跟现在都不一样 有改变了 对 现在的高雄 坦白讲 说真的高雄现在可能 民众最有个问题 就是房价好像有点贵了 可能有房子比较开心 没有房子比较辛苦 这也是未来 这个陈其麦市长 要想到的问题 也许要开始考虑 社会宅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美光灯 已经是往南部来进行 包括台南跟高雄 从股票市场的反应 不论是钢铁 螺栓 螺帽 这个硕化 石化 都是最近的主流 其实高雄已经慢慢形成一个新的气势 尤其这次双十国庆 你会展现到高雄的美 所以张亚中要跟韩国一比 有点不太可能 但是我相信 以凤山 齐山 钢山 这些比较属于是 眷层的一个后代 他当然是希望张亚中 能够假释这个气势 清真这个高雄 但是我认为 他们是不是想说 期待张亚中去复制韩国瑜模式 对 在高雄有可能再拼出一片天 但是我们这边要看一个观察重点 叫王金平 王金平已经摆明 今天是他叫局外人 所以如果你没有王金平的支持 也没有所谓的农会的支持 其实你要自己在高雄 搞另外一片江山 有点困难 但是以国民党这些人的逻辑来看 张亚中当然是选项 他有声量 他到南部的时候 他可以大声的呼喊 办大型的招式会 更多的这些眷称人会站出来 替他这挥旗呐喊 我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跟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高雄一定会在想一件事情 你们怎么找是找一些败选的 我这边选的 有没有搞错 而且你对高雄你熟悉吗 坦白讲你可能连爱河什么河 后进西都在哪里都不知道呢 甚至你根本对高雄的 这个整个产业的部落的 这个分配也不了解 更不了解说在过去这15年当中 高雄的发展的历史 张亚中你完全不明白 所以如果今天 假设你派个李四川 至少你还谈一个什么路评啊 什么灯亮 你叫张亚中谈什么 高雄统一于中国吗 还是高雄港大开放 让中国的这个船舰可以进来吗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张亚中 你到高雄的时候 你能讲出什么样的挖磕手 我不晓得但是呢我是很乐见啊 就是张亚中到高雄 那陈其漫应该是蛮好选的 可是我回到这个朱立伦 那朱立伦会不会让张亚中选高雄呢 这个很难讲 因为现在他是一个四落 四个落的这个四落主席 何为四落 第二你第一落你谈这个清美和中 那请问一下你和中可以反美吗 美国人觉得你到底清美和中在干嘛 那第二落你你竟然接受了这个习近平上面讲的统一这个选项 那你这统一选项 你看在日本的这个这个未来的首相心里怎么想 你看在澳洲的首相心里总理心里怎么想 那你要不要进入印度印太战略呢 所以他是第二落 可能亚洲的这些这些政治人物 看张亚中看这个朱立伦你在干嘛 第三落是什么 年轻人雪妙什么地方 当你喊正蓝的时候 你一谈正蓝就是红 就是红统嘛 就是统一嘛 现在年轻人一百名 今年是不吃你这个选票 所以换个讲第三落叫年轻人 这个很弱 那么第四落是什么呢 他的论述怎么办 当这个就是他说 这个两岸是要分治嘛 这个九二共识 那九二共识在之前的选战里面已经阵亡了 那不要忘记 中国还有一个反分裂法 你怎么来跟习近平谈 两岸分治跟反分裂法 这个中间的一个矛盾呢 他也做不到 所以整个角度来看的话 朱立伦的角色是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模糊的时候 他就要越接受地方的派系的一个所谓的 我说假持也可以 低派发系的声音 甚至要尊重各个地区的这些眷村的选票 虽然我认为啊 眷村这些人叫做散户了 他们进到中常委的比例并不高 但是如果今天假设 因为这个情况叫张亚中去选高雄的话 那我就可以证明一件事 这个朱立伦在党内遇到所谓的这个黄复兴党派党部这部分 他还是一个弱势的一个主席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将来这个选战都会越来越辛苦了 我是担心啊 张亚中喊哪里不是高雄啊 他喊台北啊 那讲话怎么办 那这次台北的选票比高雄还要多 那他选这个他要选台北市 讲话怎么办 所以这个事情恐怕是朱立伦未来很难面对的问题 的确朱立伦在当选时候要面对的问题 恐怕非常的复杂 来宇将军 因为我们说团结的国民党 是一直你们国民党期待的 但显然选后依然是不是分裂的 那特别是张亚中的动态 因为显然韩本这一块依然是影响着 这个国民党未来的发展 那张亚中会如这个兰淫人士所期待的 像韩国一样去选高雄吗 还是说他的动态有可能让未来的朱立伦伤头脑筋 这个张亚中的状况跟上一次韩国瑜有点像 韩国瑜上次也是参选党主席失利 然后吴敦宇把他安排到高雄去接高雄市党部的主委 然后才在那边发迹起来的 所以张亚中现在如果他想循韩国瑜的模式起来的话 他不是要先去选这个高雄的市长 他要先去选国民党高雄的主委 他要先当主委 因为他本身对于党务是一筹莫展 完全不通 但是张亚中会不会从此消失 不会 绝对不会 不是张老师自己不想消失 是那些在这一个月里面 从他身上谋求到大声量大利益的这些直播主 亚中粉 亚中粉 他不肯收手 韩国瑜消失之后 这些人多可怜 所有的粉丝 所有的党羽几乎都散去了 他的寄托没有了 他的这些所谓的经济来源没有了 他每天街头要去访问 要去创造这种声量 他自己不会创造声量 他们就一定要寄居一个那种 有声量的人物 韩国瑜不出来了 所以他们找不出人 现在找出张亚中 这一个月 让他们整个流量创新高 让整个人气热度又回笼了 他们怎么可能让张亚中就此消失 所以这一些做自媒体的 做网络的 还有一些做这些小电台的 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 把张亚中给邀出来 就告诉说张老师 你的热度还没有散 我们还在等你 会给他不断的给他一些温暖 给他温情 给他鼓励 让张亚中继续可以为所欲言 张亚中就喜欢讲 张亚中本来就喜欢讲 你叫他不讲很痛苦 但是叫他真的出来 当党的秘书长也很痛苦 因为他真的是 没有任何的经验 他应该无心于耻吧 他没有办法做 也就是他 他只作为在他的理论 在他的理念 如果你真的要跳下来 这个为了这个柴米油盐 这样说他伤脑筋 他愿意吗 他如果他愿意干 他早就参选这个 市议员立委 或者是这个 这个这个 市长县长 他没有嘛 他没有 他就是一个喜欢说 他有他的理论 他有能讲 因为他是老师嘛 他能讲能说 那现在这一些 小网络的这些网红直播 就需要这种人 所以他不会让你灭掉 会让你不断让你上 上媒体 但是从朱利伦来讲 就伤透脑筋 他就疯了 朱利伦就疯了 朱利伦现在 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 媒体在哪里 媒体在战斗人手上 战斗人是你的吗 不是战斗人赵少康的 对不对 然后你最引以为傲的 说组织 这次他说他引以组织 组织在你手上吗 组织在地方诸侯 你这一次要不是 这么多立委跳出来挺你 要不是这么多 县市长跳出来挺你 这么多议员跳出来挺你 你可以开成这样子 虽然惨胜 可至少还胜了嘛 如果没有这些地方 这些诸侯的组织来挺你 你连今天的主席位置都没有 所以你也没有组织的力量 最可怜的是一个 你的基层的支持度 也不在你身上啊 在张亚中身上啊 因为张亚中是完全没有靠组织 没有靠任何政治人物帮他 他就是异军突起 他抓到了基层的热度 你张亚 你这个朱立伦虽然当选了 你既没有媒体声量 你又没有组织力量 你更没有基层的温度跟的力量 你要怎么样当这个党主席 所以刚才郑浩讲的 他绝对会选一个 最简单经营的路 就是他把其他事情先摆一边 他一件事一件事来突破 先罢免陈伯威 先把陈伯威罢免 但是我很难想象 朱立伦这一个文职彬彬的一个 一个政治人物 会站上街头去罢免 去冲去叫他连 我实在无法想象 按照我认识的朱立伦很难啊 以前他这种场合都是看不到他人嘛 不会去 他怎么会翻下腰来 拜托拜托帮我 对所以那天我看他突然间蹲下 我吓一跳 对那我就觉得他会从这个方面走 然后会把聚焦放在2022 因为他知道国民党所有 他动员动的这些地方诸侯的组织 其实为的是爱党吗 真的是爱中国国民党吗 我觉得是爱自己 爱自己比爱党多 因为朱立伦当选 我就可以代表这个县 这个市来选市长 朱立伦当选 我就可以被提名去选议员 或者选市议员 所以这些人爱自己多一点 这个性跟马英九蛮像的 马英九比他应该还要 爱自己比 还要更爱自己一点 对对 那可是朱立伦一样啊 他找了这么多爱自己 胜过爱党的人 然后来说要重组国民党 这可能吗 有哪一个人愿意说为党牺牲 我为了要让党走向正途 我不惜干扰徒弟 被党开除 被党赶出去我都愿意 这种人有多少 对有啦 有的都被赶出来了 对 所以我说这些人 对有的都被赶出来了 旁边就做一个 对不对 所以这个状况就是这样 那你朱立伦找了这么一群 爱自己比爱党多的人 你要让国民党重返执政 我觉得 那除非地球逆转啊 除非今天地球逆转重新转过 国民党才会起来 所以我觉得真的 你国民党要做几件事情 我在很多节目都讲过 第一个 当选之后 你先不要急着布局2022 你先利用三个月 把国民党的路线讲出来 到底是要走张亚中的 大统一路线 还是要走本土路线 辩论出来 而且这个地方是分 很快三个月就搞定了 各地区的党员分区辩论 辩论完之后 结论到中央去 刚好在这个党代表 召开特别党代表大会 大家来辩论 可是眼前 现在包括还有什么3Q公投的 他都不想要认 这些是江启臣之前在推的 那现在如果他不想认的话 那你马上党内团结就出问题了 对 就是国民党 为什么一直喊团结 那就是因为不团结 国民党就是因为不团结 每选举一次就分裂一次 所以国民党会越搞越小 你看人数从70万 50万 现在剩下30几万 30几万还只有50%人出来投票 另外50是干嘛 根本就伤心失望不要投 那这些人你还可以把 借定为国民党吗 对 有党证永远不缴党费 有党证永远不投票 有党证永远在马国民党 这种人是居多 你如果国民党这种党员 说句实话 你还不如做一次简单的清理 你干脆就把这些 不忠于国民党的 你就做个了结 把它赶走 然后把国民党 真正的忠心失望留下来 如果经过党员大会 或是经过大家的 集市广域讨论完之后 三个月之后 我们是要走大统一路线 那你就走啊 你所有的这些支持 大统一路线就继续支持 如果你不是走大统一路线 你是走所谓的本土路线 那就走 那支持统一的就离开 你国民党唯有这样才走得下去 否则你脚踏两条船 你又不是练过劈腿 你要怎么劈啊 劈到最后就自己摔到水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也希望朱立伦 真的是以党为重 真的不要再以自己为重 不过以这个朱立伦过去的个性来看 对于这些大破大裂事 恐怕是很难期待他能够做到了 特别是想要两面讨好 通常就是两面通通得罪不是人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朱立伦未来所面对的问题 但是他当选的第一天 马上就呛瞎了 民进党要担心了 要被变成了战斗篮来施棋 怎么看这个民进党 真的要担心 会害怕朱立伦吗 我想民进党应该下了皮皮 我觉得刚当选 然后撂一些狠话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他总是要振奋一下内部 那可是他却没有顾虑到说 其实他自己的危机更大了 就是说他自己才更应该 要皮皮划 对因为他的确只有拿到45% 那这个这是也创下 过去国民党主席选举以来 得票最低的 然后呢在刚当选的时候 公公婆婆又这么的多 不断的对他下指导期 而且他一定知道说 党内的这些支持者的结构 不管是韩粉或者是张粉 那个强的力道 会迫使 不管谁当选的新任党主席 所以势必那个方向 逮某种程度 跟他们做妥协 这也表现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朱立伦一定知道党内韩粉跟张粉的这个强大的力道 所以他才必须在选举的时候时不时的 把韩国瑜拿出来蹭一下 把韩国瑜拿出来卖一下 那这些表现都会影响到他未来在领导这个党的时候 当这个基层有这么强大的拉力的时候 你可以往这边把你往右拉 你可以一个人往左跑吗 不可能嘛 你势必得要跟他们做妥协 这股拉力 其实我觉得是他很难以克服的 而且选完咯 他选前去找韩国瑜 或者通电话等等 但选后现在张亚中已经是一个山头 你恐怕要直接面对张亚中咯 尽管韩粉跟张粉可能有很大部分重结 但是都是你朱立伦 没有办法忽视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6万多32点多%的张亚中坚定的支持者 这个拉力会使得说 你要做这个党的路线上面的改造 或者是党务的这个重新调整革新的 我都觉得其实困难重重 而朱立伦有没有心要做这样子大的改革 大的改变 因为他在选举的电视广告里面 不断的告诉大家说改变才有希望 可是也没有告诉大家说他要改变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口号 那所以他会不会真的去实行 他口中所谓的改变 或者是变成怎样 不知道 一切都在未定之间 他会不会去承担这么大的工程 我个人是存疑的 所以你看他的表现 就是刚上任第一天 他面对这个习近平贺电的那个反应 其实就看得出来 他回到了这个蓝营里面的舒适圈 就是他的路线是走不出去的 他回到了一个舒服的位置 然后按照过去国民党的传统和习惯的发言 然后跟中国的互动 所以他跟中国看起来是联手的 回过头来骂台湾的执政党 这个敌我意识不清 就是回到了国民党传统的那个角色和位置上面 所以刚刚讲 他的基层有一大堆这个强而有力的力量 在拉扯他 外部有中国的力量 习近平的强大力量在拉扯他 所以你期待他能有什么施展 他能开创什么新局吗 你期待他会做什么改变吗 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出路吗 新的路线吗 我个人其实是完全不看好 特别是朱立文如果说 以他那种精算师的称号 如果前主席江启臣所推动的事情 他都不打算买单 那这种情况下又要如何团结呢 我们看到江启臣在选后 第一个时间就迫不及待 赶快说你赶快交接吧 这个党主义就让你接了 那同时他选后 他第一个行程还要回台中市 要参与罢免陈伯威的街头开奖 而且他呼吁党中央 尽快规划出2024大选 透明公平的初选制度 这些都是对朱立文是严重的考验 郭东哥 如果这个江启臣所提到这些 朱立文没有妥善的把他处理好 恐怕到时候是拉扯着 朱立文让他四分五裂 中将我们曾经在节目讲过 说国民党这个主席的选完 才是国民党问题的开始 真正问题开始 这次选举把朱立文 个人跟国民党的内部的问题 整个摊开给全台湾人民看 朱立文这一次当出局当险 出现当险 等于是告诉大家 他重做逢富 重新再来一次 他上次做过 做得怎么样 大家都已经有个定见 他现在重新来过 可是重新来过 对他有什么有利的地方 大家看不出来 他要改变什么 大家也不知道 不过这次选举就让人家知道说 第一个朱立文赢 不是赢在他个人的声望 赢在他个人的政治立场 赢在他怎么样改变国民党 是赢在第一个 他的组织动员能力比张亚中强 第二个 他的地方派系力挺他 如果没有地方派系的话 可能他没有办法赢得这一次选举 第三个他的政治主张 跟张亚中有什么分别 大家以为说看起来好像在进行的时候 他批评张亚中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 朱立文可能比较温和一点 如果投给张亚中那就惨了 可是当選以后他所讲的话 以及他的言行 看起来他跟张亚中是五十步跟一百步 两样没有差多少 我曾经大胆讲 如果这样国民党 你们会走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你们会变成共产党的户水组织 现在朱立文现在想要怎么样去扭转这个趋势 很困难的 怎么困难 因为这次选举告诉我们很多事情 从数字看好了 国民党从三十七万 从四年前到今年的三十七万人 少掉快九万的党员 然后他的得票率跟得票率跟得票数 是历届最低的 没有过半的 然后他比吴敦毅四年前的得票数 输了差整整 他吴敦毅的五十九%而已 还不到六成 这是他们国民党史上最弱的一个主席 你要说那个选票八万五千票 选个县市长都不够 不只选票 你想想一个重做丰富的人 你要捡土重来 你引不起你党内的支持的话 你怎么去让台湾人民相信你 这是这个马上就可以看出来 或是看政策马上 哇 你这一票差多 你要怎样冷藏 那现在他留下来 问你为什么 问你刚刚开始了 六万多支持张亚中的人 会不会死心塌地 就支持朱立伦 为什么现在喊团结 团结 就是你没有办法团结了 这一批 讲是深蓝还客气了 那等于已经红统的这一批支持者 怎么可能去支持你朱立伦啊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他们讲说选完以后要大团结 朱立伦你现在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张亚中的支持者拉回来 我想这个比什么都困难 第二个巧妇栏尾五米之吹 你已经干过国民党主席 你至少再怎么不记 你懂得从国民党里面的秘密 在干嘛 问题出在哪里嘛 你长期在国民党里面 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现在你也没一个定见 说我就是要改变了 我已经第二次来当主席了 我不改那你还玩什么政治 你现在不大刀括弧的话 国民党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很担心啊 朱立伦当写只是证明 国民党要泡沫化的开始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主席没有那个魄力 你当过一任主席 现在再来给你当了 你都已经没有退路了 你还在想2024 那我现在问你 你怎么讲2024呢 如果你的政治立场 你的国民党路线 始终没有办法确定 让台湾人民相信说 我们支持这个就对了 我们相信他 那你怎么做呢 朱立伦这次如果做不出 你这个最大的一个改变的话 那我看国民党真的泡沫化了 朱立伦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那中共呢 在隔天就拍发了贺电 那朱立伦回应的时候呢 把这两岸紧张的责任 推给了民进党政府 回函还打上了年份日期 上面写110 不晓得什么东西 似乎是漏掉了中华民国 看到老市长回来了 国民党新北市议员们笑得好开心 朱立伦当选主席之后 马不停蹄展开全台谢票行程 但还没有接任 他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之间的贺电 就引发国人质疑 习近平的贺电中 强调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期望两党能坚守民族大义 努力合作为国家谋求统一 朱立伦则回函把责任全推给民进党 说这是去中反中的政策导致 唱和习近平的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在打上时间时也漏掉国号中华民国 朱立伦解释对岸也没有提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说这是一中个表 愁通遵义的表现 谢票行程遇上本土社团来踢管 朱立伦脸色铁青 绿委批评他一直忽略对岸 想并吞台湾的意图 朱立伦回函去国号 陆委会批评 使中国先在军事外交上打压台湾 要他先去弄清楚台湾真正的主流民意 不应媚于事实 迎合对岸主张 甚至把中共制造台海紧张 破坏现状的恶劣行径 都归咎于自己政府 这与台湾民意是背道而驰的 苏贞昌院长跟苏贞昌院长所属的陆委会 所谓的爱台 就是准备要拿哨斗 去造成两岸的冲突 我觉得这样的院长 用全民倒阁公投 让他们下台 朱立伦还来不及修补选举时 造成了裂痕 两岸关系 这颗烫手山域 就消耗他大半的精力 我们看到朱立伦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蓝莹所期待的中共贺电 隔天就来了 我们看到习近平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朱立伦先生 过去两个党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基础上 良心互动 当前台海形势严峻 希望坚持共同政治基础 为台海谋和平 为国家谋统一 我们看到朱立伦他怎么回 他就说近年来 民进党执政下 采取去中反中 造成两岸形势险峻 那也希望今后两党在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基础上 求同遵义 增进互信 促使台海的稳定 铭语怎么看 习近平希望跟朱立伦 共同合作 国共合作 共谋国家统一 到底这是哪一个国家 那朱立伦也完全附和 完全没有 然后把两岸的问题 通通推给了民进党政府 刚朱立伦在这个新闻上面有播 说他对民进党失望 坦白讲 他这封这个贺电回函 我才觉得会对朱立伦感到失望 先讲啊 先讲这个贺电 有一些美美咖咖咖 包括就是说 他发的时机 你知道他这次发 他是完全发给朱办 不是发给国民党 你就知道说 给朱办 对 你就知道说 这个习近平他们 就是对江启成 我觉得真的是 坏落地 实在是七人 那个是矮话再矮话 对 就是你看江启成 这个当主席的时候 没有说到贺电就算了 他这一次就是 因为不想跟国民党对接 所以他这次贺电 没有发到党中央 他是直接发给朱办 你就知道他欺负 张启成已经欺负到一个 蛮over的地步 第二个 就是说 事实上在大部分的党主席 当选当晚 或是当天 你就会收到这个贺电 就这一次 他是隔天 隔天隔一天 比如说让朱立伦 这边有点皮皮刺 那后来他们是 就确定 确定是一定会发到贺电 他们才这个放下心 不过坦白讲 大家也会觉得说 那你干嘛那么在意 就一定要收到习近平的贺电 照理说这个贺电来对朱办 是加持吗 当然不是啊 是有帮助吗 所以这个说很多人就讲说 其实真的来看 习近平的这个贺电 真的对国民党 对朱立伦来讲 不是礼物 是一个色套 是一个圈套 你看这是习近平 之前发给吴敦义的 那还有发给这个朱立伦 坦白讲内容大同小异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习近平对朱立伦 还是比较客气一点 包括他对吴敦义 因为当时有讨论过 他对吴敦义 非常非常的不客气 第一句话 直辞你当国民党主席之际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对吴敦义 这个反而是言辞比较严厉 那对朱立伦就是用先声 就是先声 这比较客气一点 那再来 其实两篇大同小异 他发给每一任党主席 都会再提到 922共识反对台独 这个巴拉巴拉 他就是贴上去的 复制贴上去 唯一唯一不一样的 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他写给吴敦义的时候 讲到说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挑战 这是吴敦义当时的状况 那讲到朱立伦的时候 就是说台海形势严峻复杂 已经到严峻复杂 那这个922共识坚定反对台独 这个真的都差不多 那但是这是大家 唯一关注的一点 就是说习近平发给国民党主席 这个当选人 这个最特别的就是 为国家谋统一 为国家谋统一 这是第一次看到的 好 所以就说呢 事实上这个习近平发这个贺电 真的不是礼物 因为全部的人都在看说 那你朱立伦要怎么 对啊 为国家到底他们两个人国家是哪个国家 对 跟统一 对啊 好那为什么我们说对朱立伦的回复会感到失望 你看到就这个第一句 我是觉得网友有的解读还蛮好笑的 他就说第一句 就说谨慎卸成 感觉说 我好高兴你给我 对 就是非常高兴这样 好那第二个了 第二个就是 大家就觉得非常不以为然 他第二句话就开始在打民进党了 他就是譬如说这个 刚刚讲到习近平讲到说 两岸形势复杂险峻 他立刻就回复说 对 因为在民进党执政下面呢 采取去中反中啊 改变两岸现状 造成两岸形势险峻 就是因为民进党这样的做法 所以两岸形势才减峻啊 使两岸人民极度不安 天哪 你就是第二句话 你马上就是打民进党 感觉就是书成表态 给习近平看 那最后了 他就是讲说什么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 求同遵义 求同遵义 但是非常可惜 他虽然有加了这四个字 求同遵义 可是在新华社登出的这副 这个回函上面 把求同遵义给拿掉了 对 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 就说朱立伦这个回函 为什么让人家觉得 让人家觉得其实真的很失望 说实在的 两岸形势险峻 到底是谁造成的 我觉得朱立伦是明显昧着良心 你怎么不说军机绕台 军机绕台 每天来骚扰就算了 那甚至就是说 我们要加求加入这个CPTPP 中共马上跳出来说我反对 然后甚至就是我们要设 这个台湾办事处要升格 那也这个也马上就是立刻 比如说什么农民 就是我们进什么释迦 联屋这些 所有手段都出来 然后对这个对我们友好的国家 都加以施压 来召回大使 那这些欺压的这个行为 那我觉得朱立伦是整个完全 昧于现实 你为什么不去呼吁中共 坦白讲 我当然也不觉得说 他在卸函当中会严厉的去谴责中共 可是至少你可以提出两岸和平的呼吁 希望对岸不要采取步步进逼 或是这种咄咄逼人 或是这种很 就是让两岸人民反感 让台湾人民反感的手段 可是你完全没有看到这样 事实上他这件事情 他去就是骂民进党这件事情 你在立任党主席的回函当中 都没有看到 朱立伦是唯一一个 所以我认为啦 就是说你现在这样子 就是说感觉是在向对岸输成 还有求同尊义这件事情 尊义这件事情 在中共的统治底下是不可能的 中共哪时候尊重过别人 不要说对待台湾了 你看他对待新疆西藏 这些人民的行为 什么时候再听到尊义了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这件事情 真的是就被射套了 对的确 我们看到朱立伦这样的一个回文 对于习近平所讲的 谋求国家统一 到底是哪个国家 难道朱立伦你所认同国家 是跟中共是同一国吗 来正好怎么样看 这不就坐实吗 国共已经是公然合作了 坐实外界质疑你国民党 红统的指控不就是这样子吗 因为你们已经公然合作了 所以习近平这个贺电不来也罢 其实你看中国人写的贺电 尤其是以习近平为名写出去的 每一个字都有意义 通常这个贺电会有分三段 第一段就是心理如意的恭贺你 第二段是讲清楚两党持续交流的政治基础 第三段是两党持续交流的政治目标 这很清楚 我恭喜你当选 我们未来互相交流的基础点在哪里 第三段那我要交流总要个目标 我们目标是什么 这一次贺电真的让人家觉得意外原因就来自这边 过去在谈恭贺你的时候 很多人说你啊您啊先生 其实坦白说都没有意思 我会发贺电来 我就基本上我就认同你 这是重点 但是呢 政治基础什么东西都一样 你看这次是所谓的 寄给所谓朱立伦的贺电 他写很清楚 我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 共同政治基础上良性互动 这个东西你看 在那个时候寄给吴敦义也是 坚持九二共识坚定反对台独的基础 然后寄给洪秀柱呢 也是坚定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 换句话说政治基础都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意 没有改变部分 我一点都不在意 在意的是他多了一个共同谋求国家统一 这叫政治目的 你看哦 他说在这样的政治基础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下要干嘛呢 为台海谋和平 为国家谋统一 为民族谋复兴 你看 在寄给吴敦义的时候 只有说什么 为两岸的和平发展正确方向 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 意思是在2017年的时候习近平只谈第一个和平发展 第二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16年红秀柱的时候也是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共同发展稳定成果 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换句话说 现在习近平的要求给不起嘛 你习近平 你要求两岸和平稳定 OK啊 国共两党可以谈啊 你要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勉强说得通嘛 大家都算中华民族嘛 你是华人 我也是华人 我们一起让这个民族稍息 也勉强说得通 可是当你说到为国家谋求统一的时候 你根本承受不住嘛 也彰显了 现在的习近平 跟过去习近平是不一样的嘛 习近平对统一极了 对不对 因为他连任嘛 他在中美对抗的大框架之下 统一这件事是列上他的行程表了嘛 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朱立伦整篇贺电 当然大家指教很多 可是他其实有讲一件事 叫做求同尊义嘛 就说尊义就说 我尊重我们两个 但请你尊重我们两个不同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追求一些大家相同的 可是问题是新华社打脸啊 就像刚刚明玉姐讲的 新华社 特别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贺电朱立伦嘛 然后内容什么东西呢 习近平讲的为台海谋和平 为国家谋统一 为民族谋复兴 一句话都没落 可是朱立伦的这一整篇 就是没提到求同尊义嘛 换句话说你的苦活婆心 中国没有甩你嘛 所以这个与其讲贺电 不如说是考题嘛 或是说最后的军令状嘛 我最后下达的目标 我们两党政治交流的基础存在 但政治交流的目的 为国家谋统一 你接不接招嘛 你的回应是求同尊义的话 可是新华社没有理你耶 你未来要怎么样去跟习近平去互动 或是未来要怎么去跟中国互动 而且那个求同尊义 那个义就那么一个字 然后对于习近平所提的 几乎是完全负荷 他有提到台湾跟中国的不一样吗 就是这个很苍白无力 很苍白无力的话 他再怎么样 以前是写什么 求同尊义 你比较统派会写求同尊义 就说这个义我们就放在这边 那求同尊义是 你更进步 请你尊重我们的不同 可问题是人家不买单嘛 那关键来咯 现在整个中文 谈这个议题哦 你不要放在国民党跟共产党的 对的框架 这样太小 你应该在整个美中台日的大框架谈嘛 朱立伦在选前是说要什么 亲美合中 那他同时面对几个问题 第一个习近平要的朱立伦给不起嘛 你要怎么讲统一 你统一后你后面不用选了 可是美国跟日本要的朱立伦不敢给啊 朱立伦有几个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我们上一段谈的 党内的困境 就是安内的部分 那攘外的部分 一个是中国 一个美国 一个是日本 没有一个能够去处理 你如果选择了回应习近平 我坦白讲 朱立伦真的2020是不用选总统 而且其实他朱立伦所讲的 这所谓的亲美合中 完全打脸嘛 因为你完全做不到 只是一个口号嘛 你说一套做一套而已 一个是给不起 一个是不敢给嘛 对不对 你如果附和习近平统一 你2020你正生命就结束了 你就变张亚洲嘛 对不对 你又变成是比较高学历比较好的 没有张亚洲比朱立伦高 比较瘦的张亚洲嘛 但你如果回到美国跟日本的话 我保证 国民党内部的亚洲派 马上群起而攻之嘛 内部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 对他虎视眈眈 外面三强需要东西 都因为内部势力的虎视眈眈 而朱立伦没有办法做出表态 我觉得这才是朱立伦未来最大的困难 的确从朱立伦的回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 那国民党呢 难道他的眼界只有中国吗 是不是都在中共的框架之下 去看待这个台湾未来的发展呢 那甚至把美国跟日本完全都不在乎了 都不理会了 是这样子吗 这样子可以来面对台湾的民众吗 我们看到苏文昌就说了 说好了一中各表 连民国都不敢表 在这个回文当中写一个110 不晓得110是什么 是这个什么求救的电话吗 那说慧爱台湾都是假的 令人失望 陆委会也说了 朱立伦不应该魅于现实 迎合对岸主张 把中国制造台湾紧张的行径 归咎政府 再来我们看到比较偏蓝的一些媒体人 他就想说习近平的贺电 非但无助于厘清九二共识 反而让人质疑 朱立伦当选之后 被中国贺电牵着鼻子走了 来建民哥 如果说我们看到很明显的 在这个贺电跟回文当中 就已经看到了国共共同合作 要把民进党当成敌人 这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之道吗 我真的不能相信 明明这个威胁来自中国 竟然把这个威胁丢给了民进党 那我这样讲了 朱立伦2024是不用选的 我们来看这件事情 最新消息 河野太郎就是未来可能是 日本的首相人选之一 已经说一句话 他们要部署核潜舰 这为什么要部署核潜舰 难道是对台湾吗 难道是对美国吗 不是 这核潜舰是对付这个中国 对付中国 没有错 你要知道核子这件事 在日本基本上是一个禁忌文 因为他们过去 有被这个广岛丢下的核弹 还有福岛事件 其实核这个字眼 在日本基本上是 能够不谈就不谈的 这是很惨痛的经验 你要知道你谈到核 在这个选举前 你谈到核 就等于是你跟日本人宣布 我们要加深在核武器的发展 这是日本人最大的忌讳 对不起 河野太郎为什么要提 他现在是目前呼声最高的 为什么要提 就是中国啊 好我们再讲菲律宾杜特地 算是很轻忠吧 但是他最近也要打算跟美国军演 那越南跟这个中国算是共产党吧 但越南跟日本合作 越南跟美国合作 难道那是责任也都是他们共产党吗 所以魅于整个亚洲情势 那我在怀疑这件事情 那印度跟中国发生战争呢 就是所谓没有子弹的战争 那各自布上军力 那习近平还到特别到他们西部战区 要求民众这个军人解放军要敢打仗 对付是印度 那是印度惹毛的中国吗 所以我们怎么看到 就是朱立伦怎么会讲出 这么荒腔手板的内容 第二件事情呢 他一直说要对抗什么压霸的民进党 我要说一句话 民进党推出的就是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这个萊猪 那你要不要不要吃萊猪啊 你要不要跟美国合作啊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不到这个朱立伦的论点 但是我觉得最悲惨的事情在这里 就是我们来看啊 过去两篇内容啊 就知道他最大的问题 朱立伦最大的问题 还是中国共产党 第一是人家叫你先生 你回人家叫做主席 你就把自己位阶给掉下来 人家说你是先生 你回人家先生啊 好了人家是2021 那你回个110在回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紧急救援电话吗 但是可以看出来 其实习近平对朱立伦呢 其实是有差异的哦 2015年的贺电是充满期待 当时其实是希望朱立伦去选总统 结果朱立伦自己不选 那让侯秀俊后来再换柱 所以这件事呢 习近平有没有吵得起朱立伦 是很遗憾的 是有问题的 第二件事叫做复杂严峻 好复杂严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题 那复杂严峻跟为国家谋统一哦 其实是还有包括台海谋合并哦 这三件事三位一体 就是这个环境很严峻 因为当时你没有选择呢 现在环境很严峻 你来负责这个事情怎么负责 第二件事要国家谋统一 这件事不就是这个张亚中说的吗 第三件事台海和平 台海和平是谁 我套一句这个 当时赵绍康跟这个张亚中讲的内容 套精彩的 我把这句话也送给朱立伦 你怎么回答 对方考题来了 习近平考题回来 你要不要回答 赵绍康当时对张亚中怎么讲的 他说人人都要和平 如何确保北京会遵守备忘录 会遵守备忘录 北京那内容才是重点 接着他说一句话 看看香港 香港50年不变 最后变得 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呢 这个赵绍康呢 对张亚中说一句话说 如何相信北京会尊重和平的内容 那我回来一件事情啊 现在人家出考题了 就是要你跟他谈和平啊 你要出考题啊 就是要跟谈统一啊 人家出考题啊 这个所有的复杂严峻 不是中国的问题啊 好 当你说复杂严峻 是民进党的问题的时候 你看在日本 看在澳洲 看在印度 甚至看在越南的心理想说 哎 台湾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党主 谁阿爸 对不对 很清楚啊 太夸张了 真的太夸张 你的回答把它丢给民进党 太夸张了 那我们再看一件事情啊 那他说啊 这个要摸取两岸的和平啊 然后说这个双方都是 这个两岸同胞 民众一定想问朱立伦一个问题 既然中国的内政 叫做柯正梅雨虎 你认同吗 第二件事 他的帐篮外交 你可以接受吗 这两件事丢给 这个丢给这个朱立伦 2022地方选举 2024的选举 朱立伦接到这个 这封信 他已经宣告 Game Over了 对的确我们看到 中共习近平设定一个框架 然后朱立伦呢 开开心心的 跳进去 然后说问题 两岸的这个严峻 是出在民进党 余将军 怎么看我们说 国共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主从关系吗 这一次 共产党这封信 习近平这封信 不然就不要来 来了以后 我是个人认为 是给国民党好大一把枪 可是国民党不会使用